大家好,这里上周久美食日记 今天要做蛋黄酥 做蛋黄酥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油皮 需要的原料有中筋面粉 盐,白糖,猪油,清水 第二个油酥需要的原料有 低筋面粉,猪油 最后需要红豆沙和咸蛋黄 先来做油皮 把中筋面粉倒进大碗里 放入猪油 白糖,盐和清水 清水的用量是45-50克 要根据面粉的吸水性来分次添加 然后用筷子把材料都混合好 混合好以后就用手抓成一整块面团 把面团移到操作台上开始揉面 最好是把面粉揉出筋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包裹住油酥 揉面的手法跟之前做汉堡一样 右手压住面团,左手往外搓,再卷回来 刚开始面团非常容易断开 不用管它,坚持揉10分钟就可以了 揉够时间的面团可以看到不会像一开始那么容易断裂 这个状态就说明面粉已经出筋了 然后就用摔打的方法,把面团摔打5分钟 摔打的时候要控制一下力度 不要太用力 面团摔打完以后,还是来检验一下面粉出筋的情况 用刮板切一小块面团下来 用手撑开 可以撑出手套膜,但是会有破洞 不过做酥皮点心的面团达到这个状态就足够了 把面团揉一揉放到碗里面 盖上保鲜膜,松弛半个小时 紧接着来做油酥,把低筋面粉倒进大碗里 放入猪油 用筷子稍微混合一下 然后用手抓成一整块面团 油酥做好以后也是盖上保鲜膜,松弛半个小时 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先来把咸蛋黄包裹进红豆沙里面 先把红豆沙平均分成10份 然后拿出10颗咸蛋黄 取一块豆沙放到手掌上 把它压扁 放一颗蛋黄到中间 然后整个移到右手的虎口上 左手手指轻轻的往下压蛋黄 右手往上推豆沙 慢慢的豆沙就可以把蛋黄都包裹住了 然后再搓一搓就可以了 咸蛋黄都包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放到旁边备用 这个时候油皮和油酥差不多都松弛好了 就先把油皮平均分成10个 分割好的油皮一定要记得盖上保鲜膜 同样的把油酥也平均分成10份 如果油酥变得很软 就先拿到冰箱冷藏几分钟再拿出来使用 然后来把油酥包裹进油皮里面 跟刚刚包咸蛋黄一样 取一块油皮放到手掌上把它压扁 可以稍微撑开一点 拿一块油酥放到中间 整个移到右手的虎口上 左手手指轻轻往下压油酥 右手往上推油皮 慢慢的油皮就可以把油酥都包裹进去了 最后仔细的把收口都捏紧 酥皮包好以后取出一块 其他的都盖上保鲜膜 把酥皮收口朝上轻轻压扁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 再从上往下卷起来 还是要盖上保鲜膜 所有的酥皮卷好以后盖上保鲜膜 松弛20分钟 松弛好以后取出一块酥皮 把它轻轻压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长条 从上往下卷起来 放回保鲜膜下盖起来 第二次卷好酥皮以后还需要松弛20分钟 这个时候可以准备好鸡蛋液和黑芝麻 待会用来做装饰 酥皮松弛好以后取出一块 用手指从中间压下去 把两头捏起来 然后轻轻压扁 用擀面杖擀出一个大概的圆形 不要擀得太薄 取一块蛋黄酥放到酥皮中间 比到右手的扶口上 跟刚刚一样 左手的手指轻轻往下压蛋黄 右手往上推酥皮 不要太着急 慢慢的酥皮就能够把蛋黄酥都包裹起来了 包裹好以后要仔细的把收口都捏紧 不然待会儿豆沙会容易跑出来 最后可以稍微搓一搓 让蛋黄酥变得圆圆的 蛋黄酥包好以后 就把烤箱175度预热 把鸡蛋液都刷到蛋黄酥表面 撒上黑芝麻 然后放进烤箱 170度烤40分钟 好好的蛋黄酥要放到网架上晾起来 夹的时候要轻一点 因为酥皮很容易碎掉 蛋黄酥放到不烫手就可以吃了 酥皮类的点心最好趁热吃口感才最好 如果放凉了的话就返回烤箱170度烤5分钟 给大家看一下这块蛋黄酥 我就是收口的时候没有收好 豆沙有一点跑出来了 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收口的时候要收紧 然后我切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样子 成功的蛋黄酥一定是层次分明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层一层的 虽然做的时间比较久 但是偶尔做一次还是挺有意思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蛋黄酥 另外现在临近中秋了 就想给大家抽一波中秋福利 本来是打算抽月饼的 但是我担心到大家手上都碎成渣渣了 所以就改抽鲁排骨吧 就是图片上的这个 也是我们家的招牌零食 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喜欢肉吧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去关注我 并且转发福利微博 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那就这样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啦 下期见